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来分析台湾的困境 共同造成一种基本有进步的改革科令 大家好 我是新一陈义琪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一证金书 最近可以说差不多半年前 台湾社会有一个前瞻基础建设的争议 但这个前瞻基础建设里面有一部分叫做轨道建设 轨道建设的争议 轨道建设以台湾社会以来的发电 交通发电模式是比较差 最近高雄台铁的地下化已经完成 完成后台铁有建设一段 路 地下化的过程当中 刚才有一段可以当作捷运来搭乘 台铁捷运化的栏线已经通车了 所以利用这个时间 连续可以来做两个节目 就是台湾的交通建设当中 到底我们是要继续来找美国的道路交通 还是欧洲式的轨道交通的方向去走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来探讨台湾未来的交通建设 到底是要拆出什么样的模式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这个丹撇尾 它是一个电铁製片来到现场 跟我们共同讨论到 为高雄代替这个地下化料代替 我们新的诞生的过程当中 可以动作高雄第四条的轨道建设 我们共同讨论到交通的问题 来 柏惟 问好一下 你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山明区的丹撇尾 过去我是一个电铁製片 在电铁製作的过程当中 我学习到我们要了解律数 減车主缘的目标 因为这个习惯 我在政治里面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透由了解共同的律数 才有发展去设想到共同的未来 是 柏惟 说到这个 我要说一下 补充一下 这个柏惟 过去你刚才说是电铁製片 但是很趣 因为他是希望可以製作出 好的台湾的电铁 所以他去做电铁製片 后来因为他因为製片 是电铁的三伯 后来他告诉我 这个政敌 原来有好的政敌 所以他想要把好的政敌製作出来 所以他就道理要选举 所以他怎么消消就对了 OK 没有啦 要特地困定 这个东西 但我们说到这个道路系统 还是这个轨道交通系统的争议 其实我们这段度可以看出说 其实台湾已经都以这个两个模式 就是轨道交通和道路交通 到底我们要走到一种设计 日本时代其实是要用轨道建设 但是国民党来后 就要变成道路交通系统 当然两个方面都有不一样的主堂 和支持的人就对了 当然我自有定见 我有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是留下欧洲 所以可能大家以后 可能知道我的看法是社会 差别是好 我们先问一下 不是 你普通市 你的这个城市里面 点到点之间的移动 我们是用道路 有可能是用轨道 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 这两种模式之间 你是猜出什么样的移动的交通工具 其实我以前因为我在高雄 高雄的这个园 我们也知道目前只有两条拨 所以我在高雄的时候 我就是很习惯在乘机上下班 去年的时候 我来到台北来支援 一支电影叫幸福路上 我来支援这支电影的时候 我就说我乘机要走起来 结果乘机上起来 第一台北常常下雨 是 再来又加上 除了风吹雨 可以看到这段度 哇 你要看这个交通 机车瀑布 机车瀑布 OK 所以后来我上班的方式 就改做这个 是 虽然台北人乘车有什么进行 其实这两个模式里面 其实我们如果放在这个 城市的规划 城市发展都市计划里面 其实可以说交通 我们到底是要用所谓的 以人为本 还是以车为本 是 其实以人为本 到以车为本 不一样的 宿客切入电的时候 你的交通的建设方式 不一样 对 刚才博会有说 做这一篇是要了解力数 来监察主观 对不对 这是你的工作记忆 说了解力数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刚才有说 一本时代 其实我们是要做这个 轨道交通 好轨道交通的这个问题 这个轨道交通的时候 但是到来国民党来的时候 变成 倒楼交通 你知道吗 有两个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 你知道倒楼交通 起来你知道吗 起来后 当然你车就可以走 你去有咖喱 车就走 但是如果 你去轨道交通系统 那个时候 中国国民党来台湾 他们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做什么 他们就是要反攻大陆 你如果轨道走不去 对不对 我就把他拖拖走去中国 拌不走 拌不走就对了 这个国民党的时刻 中间这个时刻 就是说 你去轨道去台湾 对不对 我们老袍的时候 我们要反攻的时候 这样拌不走 没跌就对 第二 国民党来到台湾 那时候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他都开于军事 后来美国说不行 我用美兰来给你支持 你也要做经济发展的时候 我们说美国的援助 我们过去美兰 美兰都因为是苦苦 没有 苦苦之外美兰 这个维本的整个系统 所以呢 我们的技术官僚 上去跟粉粘回来 后来 大家疏忽都是什么 这样 美国要去桌路 我们台湾也要去桌路 都忘却了 台湾是一个地狭人愁 其实就不适合一直开道路 开道路也会伤害可耕地 所以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有看到一个 美国来成为新的台湾人 叫文汝斌 他说我们去二九的时候 台湾的可耕地 好像少了六分之一 还是五分之一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东西 没有的 可以补充一下 其实如果你要用车 对不对 这个私人载具 这个道路交通系统 其实还要有一个身份 就是他的停车的成本 所以一个车区里面 你知道停车的成本 可能是他 譬如说我有100台车 但是他可能要规划 200到300个停车格 所以他这样有法度 去消化他的汽车 私人载具的容量 所以当中变成 道路交通系统 其实都变成以车为本 我认为这是非常非常浪费 但是有很多人说 不能这样说 你开捷运 开捷运的人 这也是浪费 铺张 这也是人民的税金 就对了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 一个社区的发电当中 人本交通 比如说用轨道交通系统 大众交通系统的方式 其实我们在考虑到 人的移动是社会 你知道吗 你要安全的 要让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去使用 是 就是这个交通工具是大众 可以可及性高的东西 对 甚至你要知道 后来人在探讨这个社区的发电 内地交通 其实是一种 人跟城市互动的模式 是一种你这个社区 要发展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以及内地可能住一种 因为这个移动的方式 人本交通移动的方式 会带来一种所谓的 城市的 市民的 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展现 但很不幸运 因为台湾到现在 其实大部分的思考 都还是以车为本 是 其实用一个方式来说 现在我们台湾很多 这些人也好 整个建设也好 还是前瞻计划也好 受到很大的社会上的充劫 是 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 比如说我们去台船路的轻轨来说 好 很多人在抗议说 你台船路去我没办法做生理 我本社车不知道要下跌 我的火车没办法堂停 这种种的外面 其实都有一个盲点 就是我们的交通建设 其实是为了解决交通问题 是 但是我为了解决交通问题 远到民众欢迎出来的问题 是你的方向交通 其实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起点 我认为是这样 普遗你又有说到一个东西 其实有一点 我跟现主席都没了解 就是说 其实现主席 我们现在大家都要犯空污 你知道吗 但是台湾现在现主席 空污最严重的其实有三种 第一个叫做境外污染源 移入台湾 那就是什么 中国雾霾 主要中国雾霾 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我们自己 集体工厂所生产的在地的污染源 第三是什么 第三就是移动污染源 其实就是私人载具 所以我当时我都很奇怪 我们一方面要降线空污 如果私人载具是三大污染源之一 竟然我们没有注定到这个所谓的大宗交通系统 鬼大交通系统 所以这个矛盾当中我说 你又要马而跑 你又要马而不吃草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探讨这个 解决这个空污问题 城市空污问题 这个大宗交通系统 其实也是一种相对可以降低流动污染源的一种方式 是 其实说到这里我就有很多的想法 像我基礎的三名区有很多大家庭也好 或是说老家新樓的改善也好 在这里顶顶的林状里面 其实我们不管是工作 環境顶顶顶最重要的是安全 这个安全的部分 我们可以分析到交通安全 其实有很多问题 包括围贵 围贵就是比如说酒驾 未成年 再来就是旁边都说三保 但是我认为三保是一个很既式的公法 歧视的名词 对对 这个三保的部分 可能包括到这个老人 可能包括有路程 丁丁的这种公法 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所谓安全的问题 我们就应该要用轨道的交通来解决 如果你如果感觉它在楼位很避险 你就把它稍微坐温去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台湾现在目前的走势率 其实是日本的将近四倍了 一年会有170个台下生 因为这样来离开世界 所以头头部会说一个很重要的是 其实私人载具的交通工具 作为一个以车为本的 城市的发展模式 其实它有可能做到很不安全 尤其是生命财产的损失 我们进一个公格之后 我们继续来分析 到底要以车为本 还是以人为本的交通道路系统 还是轨道系统 我们是日本四五十年前的水准 也和外来的水准差不多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将时的国民所得 是比四五十年前的日本比较高 而且是现在目前外来的十倍 所以由交通的输国率来说 台湾目前其实是浪欧的成仙 是 头头部会有说到这个 用私人载具 作成造势率的问题 尤其机车造势率 其实是很高的 其实这个东西在了交通的观念之外 你要叫人去改变交通观念之外 做交通的教育 行车安全相关的教育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台湾的城市规划 就是我们的都市计划 其实非常非常的落伍 我记住一下就好 其实一高雄来说 我们早期你知道 日本时代几月的高雄是多少呢 是四十到五十万的人口 但是现主市的高雄 你知道吗 我们好像旧的高雄市 我说的不是这个 县市合并后的大高雄市 高雄都 是旧的高雄市 我们落地一百五十万 意思是三倍 所以你这个情形之下 基本你这个都市规划 如果落后的话 对不对 没有跟上时代的时候 其实都会造成整个交通问题 其实造势率的问题 其实都很难解决 是 我们说这个亚洲更进步的国家 包括在日本 韩国 香港 甚至連中国 他们的贼文 其实都够了微微麻麻 是 但是台湾 除了台北的路面 有更完整 以外还有接一条基杰来投降 高雄到正时有一个失利家 为我小孩的时候 听到正时也三十几年 是 一直保持这个状况 你说台湾要走一个 与人为本的交通 到底还要多久呢 是 其实刚刚 博位你说与人为本的交通的系统 有啦 我们的历史上面对不对 比如说 虽然我 这应该去找姚明伟创办 熏丰杂志的 那是知识杂志 他里面 我近期他里面看的一个资料 他说在1941年的时候 日本就有一个高雄都市计划 那高雄都市计划 那高雄都市计划里面有何处 他说我大家报告 路面电车的规划 1941年就开始整个月 这个交通建设 其实某一个程度 都是轨道交通系统 就是相对 以人为本的交通系统 规划的想象 但是很不幸的事情 你知道 日本时代整个月到后来 1945年来后 国民党来后 都没去 都早前去 后来到1980年代 你知道吗 同时期 南韓的釜山 对不对 他去这个 轨道交通系统的时候 他是两年开工 两年完工 你知道什么意思嗎 那动作是非常非常快就对 但是台湾一直拖 一直拖 以高雄来说 其实是拖了很久 1970年代末 我待会给大家报告 1970年代末 七九年的时候 开始要做整月 整月后到后 整月有多久 后来第一条 已经是二十九年后 就是2006年就对了 所以你知道 国民党来台湾后 轨道交通系统 以人为本的思维 完全被放在一边 整个摆烂 这个东西就是 你知道 我们现在要重拾 补这个课 对 那台湾要不要补课 要补课的时候 会补这个 以人为本的课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 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是 其实我跟你 有参加一个 替路地下法的摄影会 是 在里面的时候 也有一些民意代表 来发表意见 说到 你 旧路路 暂当路 暂塞路 就是新的两支 火车头 旁边的两条路 你说你不能去安全堂 你要去更多车车厂 包括在鋁路地下法 本来原本轨道 那会变公平 这些设施 其实就是 继续台湾生死 继续向到 以车为本的方向去走 但是 如果要帮助 大家 慢慢去坐到 所谓可行性 和反方形态 而且每一个人 都能去坐 所谓以人为本的交通 其实我们从好处来说 很多人感觉不可能 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转移率的度 是 同样是 四条四线道的路 例如如果是车的位 他这些车 是只能带那些车 你只能把车上的人 都挂出来 是差不多这么多人 是 你如果是有公车的位 他一台公车 他差不多是能带这些人 但是你看 他一台公车 比那些车 那么多人 他一台公车的量 就是差不多这些量 你看 路各的路上 全部都是人 用台中文書 去车的位 一台车文到底能车多少人 有可能是这些 十二倍左右 十二倍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100的人只要有 8%的人 本来骑车 或是塞车的人 转移到车文上面 是 其实我们的交通 就已经打败了 不算贏了 如果如果8%以上的 而且这是非常保守的国家 有可能5% 如果都是起车的位 有可能5% 全部 整个道路的 这个疏通 比降时更好 是 所以其实 剛才的问题 早就解决了 本来就解决了 我们去这就是要解决交通问题 是 现在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到底当时 还要开始 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插太久了 在高雄的律师里面 民政党一直去推散 国民党一直反对 到了降时 又用每三当四当的 選计議題 出来说 这就是因为 選计要去 这就是 選计反对 其实 高雄人实在是 等已经有多久了 一九七九年 到降时多久了 四十年 是 普遙你讲到的 其实也是 又有反映到一个东西 是南北 因为国民党来到台湾后 其实选择台北地区 台北作为行政中心 所以作为行政中心的 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 跟阿翔 随时都想要落跑 回到中国 美其民 叫做反共大陆 所以他像台北的交通 建设最低 以人为本的部分 做得比较好 其他台湾的管制 其实都是被放生状态 所以到日本时代 整个完全就是说 比如说日本时代 是要走这条路 到国民党来 走另外一条路去 但是义齐 我也很放弃 除了 当然我们知道 地方政府的台北 他现在的交通 都是这个借文是较方便 台北以外都是 你刚才说的 这个被放生状态 是啊 但是我真好奇 台北的借文的义生 我要查 他是高雄的五倍 但是他的人 也没有我们的五倍 帝也没有我们的五倍 是 是怎么他们可以 用到五倍义生 来做这件事 有的人说 是因为高雄的借文 不贪金 不贪金 但是借文 如果不贪金 你当初说整个四条 结果中央只有半两条 就像我去饮料店 点一杯奶茶 是 结果你送一杯紅茶 我说我店的 就不是紅茶 你在转我紅茶 消炉不好 是 这其实是很矛盾的问题 是 刚才不过你说到这些东西 以前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 我们天龙人 不然你是要怎样 你听到意思 其实就是这样 那就是长期南北失衡 用北部天龙观点 在输家台湾就对了 尤其台北天龙首都市场 不然你床家就要有床家的款 对不对 你床家是要跟人家蓋上 就是说累数这个月就对了 这个东西 其实刚才博会 你又有提前一项东西 我必须要有观众朋友 说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说 当我们说轨道交通系统 有很多人 都用一个观点和指标 会衡量 他就是说你如果不贪 你们高雄就没有人 我们台北人都很紧紧 所以我们会贪 虽然到底高雄有贪 台北有贪 这可以来做比较 我们高雄不一定贪比较少 对 其实我们预算已经打拼了 有盈利 开始有盈利 有盈利 但我必须要大家说 按照荷兰 荷兰是一个铁路交通系统 很发达的国家 荷兰他的概念到显主席 他还有四生 是要用政府的预算去保障 什么 他說 交通铁路交 大众交通系统 尤其就有轨道交通系统 怎么会只有 怎么会用盈利来作为业目标 没有 不能够只有用盈利作为目标 因为他是要便捷的 效率的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输用的 所以交通系统是什么 那是什么 行的基本人权 意思是 走 例如说交通的 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权就对了 对 如果是用盈利的角度来看 如果中油 如果不贪钱 要关起来 大家都不要加油 有很多国用数码 其实他不贪钱 但是要继续开 因为他可能有 国家的 政策性的这个目的 对 比如说我记者 哎呦 公公保都不贪钱 全体都关起来 可以 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所以那不是单纯 用所谓的盈利做考虑 所以轨道交通系统也不行 我那时候 我想说 我说高雄的这个 大众交通系统 那月也要说 一天目的就买不了了 我过去写一份 差不多已经是几年前了 你知道吗 这其实是差不多十二年前下的 是 后来差不多八年前出录 就对了 这份录叫国民党制台片段考 我里面有写一篇就是 考察 我们高雄的借温 因为一九七九年开始整月 要七九年整月到当时 你知道 夏中庭一九九半年 他做高雄市長 中央把国民党拘捏 换五段去换下来的时候 开始用BOT 开始起 起的时候 起到二零零六年 中央一条借温 担要二十九年 就对了 翁波川 康修涵有18年 高雄要担台一条借温 要担要担近三十年 所以高雄要说到大方交融系统 那真的是 月儿要说到天 面前就背不来 上官的这段 这个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 你如果有幸福 你去看我这篇文章 你就知道 真的是 你眼珠子都会掉下来 这个期间后来你知道吗 虽然国民党来到 这个不是做高雄市長 高雄市長是民进党 但是问题是社会 问题是高雄市 国民党时常常常做周董就对了 对 我记得了就好 最近在抗議的这个轻轨 其实高雄是两千抗三年 就开始说 要轻轨四成 到当时 到现主席 轻轨要去第二阶段 再做成了 有很多反抗的这个圧力就对了 你看 不是我们高雄人 真的是 可能是较 较缺人的较缺人吗 不需要交通吗 那是怎样 其实我们在说 都说到增加这件事 我们其实都知道 道路文书到交通文书 里面有一些中间的这个 衔接器 包括可能公车 替路这个文化 或是轻轨 上面有很多钢骨 但是它本来不像钢骨 就反映点不像的角色 包括它有高中低运量 有长中短途 上面 所以我们要用轻轨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用国家的来比较 轻轨 其实在法国 一二十万人就应该要有 是 高雄政府多少人 有两百多万人 所以高雄 中间要三百 对 高雄 而且我们只是在市区 用鸟 又不包括大高雄 古高雄关上 所以说 增加有增加的款 我感觉这真的不足 再来 我们说到这个 过去我印象在小学的课本里面 其实就有 红菊 南中跑跑跑 高雄捷运 好好好三个月 结果你看 整个世界到这样 我今年三十四月了 是 我们的轻轨更加一半 我想要请教议是 如果我们民众真的很愿望 高雄有自己的轻轨 有自己的轻轨 有自己的轻轨 有自己的交通 这个整个部分 到底民众应该怎么做 我感觉很简单 譬如说 旧合议選舉的时候 大家就要非常清楚 你如果翻对大众交通系统的拍摄 你绝对不懂 那些政治人们绝对不懂 给他动算 这是最好的一个 監督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高雄的轻轨 真似的 真似的 所以我们后一天 要继续来探讨 轻轨所引发的争议 一个社区 裡面一高雄 这个社区 到底要不要改轻轻 轻轨对高雄人 到底是 以大众交通系统 以人为本的 这个交通系统模式的转移过程当中 它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它争议的 增值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新一正经署 下次继续来探讨 大众交通系统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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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